好 我们把镜头转回台湾 来关注的是宏达电 年度压轴机黄蝴蝶机 即将明天要开卖 门市也提前掀起了一波预购热潮 不过驿注成长却似乎还蛮有限的 原本供应链传出说 明年第一季的出货成长上看30% 近期又改口要下修到15%了 外传宏达电从以往的鸡海站 现在变成要集中火力来推精品 明年也将进入转型关键 一上门就拿着玩不停 宏达电蝴蝶机在门市正式上架 马上掀起一波预购热 有新手机加持原先供应链传出 明年第一季的出货成长上看30% 不过近期却又改口 外传宏达电调整策略 从以往的鸡海站变成集中火力推精品 晶片厂透露出货成长 从30%下修到10%到15% 不少新机临时喊咖 大陆也面临撒家竞争 过去可能第三季第四季 你要出货量要成长18%以上 这种比较明显的成长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在今年第四季 可能比较看不到 拉长成长动能 宏达电将在明年二月 全球行动通讯大会 再度推出旗舰机种M7 根据国外网站报道 将采用1.7G四核心的处理器 4.7寸1080P面板 主镜头高达1300万画素 被视为之带动宏达电 明年上半年出货 成长的主要动力 明年因为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 因为所有的厂商投入 而且规格差异不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整个ASP 也就是BOOM这边的 一个相关的成本来讲的话 可能不会让它有像过去几年 来得那么获利 来得那么好 股价震荡整理 外资摩根斯坦利 也将目标价调升到333块 只不过前面有三星跟苹果 后头的日本Sony 南韩LG跟大陆联想等等 快速追赶 宏达电要取得先机 面临的挑战恐怕越来越大 东西材人新闻众报道